我想以婚事为由 对外放出表弟病情 无法好转的假消息 这样一来 大家以为婚事 是为表弟冲洗锁定 麻痹幕后之人 送你的 小孩才玩这些 我不要 我回来路上特地带给你的 而且我小时候也玩过 以前大姐二姐 也经常给我搜罗这些 现在 他们没时间管我了 他们都没时间管我了 更何况他人 你干吗 这儿有知觉吗 你干吗 我问你这儿有知觉吗 没知觉 我是大夫 也是你表姐 表姐又如何 照样需要避嫌的 看什么 我好像是第一次从你嘴里 听到表姐的称呼啊 你歇息吧 我晚一点过来给你熬藥 你歇息吧 不用 我刚刚遇到了苏姨娘 她是去给承宇送补汤的吧 她是一直这样吗 倒也不是每日 隔三差五吧 你怀疑是她 我看了她给承宇送去的药膳 倒是并无问题 只是 说不上来总觉得哪里奇怪 珍珍 这次你猜错了 苏姨娘性子绵软 绝不会是什么幕后之人 而且她的补汤 我是验过的 确实没问题 如若是借着送汤为由 去查探表弟的病情呢 我会派人盯着她 如果是她 我绝不手软 祖母 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 我想以婚事为由 对外放出表弟病情 无法好转的假消息 这样一来 大家以为婚事 是为表弟冲洗锁定 麻痹幕后之人 再者 也利于我治疗表弟的病症 如今表弟病情有所好转 下一步便是沐浴排毒 只是表弟对于男女之房 确实看得尤为重要 我怕若不是夫妻关系 他不会配合 男女有别呀 真真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呀 即便你们是假成亲 日后真相公诸于众 那你的归欲该如何是好呢 祖母 现在成羽的性命 比什么都重要 我要尽快治好成羽的病 治愈其他的 随他们说去吧 珍珍 你真的想好了吗 嗯 委屈你了 珍珍 珍珍 如果你能救成羽的性命 保我方家的血脉 方家的财产 任你支去 祖母 这不可 没什么不可的 你全心全意对我方家 我方家也会全心全意对你 以真心换真心